這個題目它說袋子裡面有兩個紅球 三個黑球 四個白球 那現在從袋子裡面一次選出三個球 問你說如果每一個球被選出的機會一樣的話 三球都是同色球的機率有多少 至少有兩個黑球的機率又是多少 那這個題目第一小題 三個都是同色球 那當然不可能三個都是紅球 因為紅球才兩顆 一次取三顆不可能三個都是紅球 所以可能是三個黑球或者三個白球 所以第一小題它的答案就是 可能是三個黑球 那三個如果是黑球的話 全部有幾顆球呢 是不是有二三四加起來七 再加二九九顆 九顆裡面隨便選三顆 對吧 先把這三九顆球都當作不一樣 九顆隨便選三顆 然後你三顆黑球 那就是三顆選三顆 對吧 或者 或者 七九三 你分母寫一個也可以 上面用加的 也可以 那或者你三顆是白球 那白球有四顆把它當作不同 那隨便選三顆 所以四選三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我們就把它算一下 上面是一加四 上面就是五 那底下是九八七 乘以六接 然後 三二一也乘以六接 約掉 那這個 這個約掉三 這個約掉四 所以就是 八十四 八十四 那第二小題 那如果說至少兩顆黑球的機率 那至少兩顆黑球就是可能 怎樣 剛好就是兩顆黑球而已 其他 另外一個球是另外一個顏色的球 或者他可能三顆都是黑球 所以第二小題 就分兩種 一種也是三顆黑球 那分母還是一樣 九顆球 順便選三顆 然後三顆都是黑球的話 就從三顆黑球選三顆 或者 分母一樣 七九三 這個時候是兩顆黑球 一顆其他球 好 其他球 那兩顆黑球的話 就從三顆球裡面 選兩顆 分母就完成 乘以 其他球還有幾顆呢 其他這裡兩顆 這裡四顆 所以其他的 還有六顆 隨便選一顆 好 那這樣 把它計算一下 分母還是一樣 是八十四 上面這個是一 加上這個是三 乘以六十八 所以就是八十四 斷支 十九 看看有沒有問題 好 好 好 可以 太多了 好 可以 可以 感谢观看